之後認識了Coco,她覺得自己只是遇上真愛 然後去了她,真的見到她,帶了她去阿姨做美容療程 當日是她人生第一天踏入美容院,Coco還親自幫她做臉色和針清 清暗瘡的酒米 找一瓶針的,不斷刺一刺,按些酒米出來 我見到那個圈圈,很小的圈圈,我見到街上賣 好,繼續,為什麼自己不可以? 街上賣到十元八元的東西 因為專業人士很快 而且要手勢也要好,因為很痛 她說她覺得,也算是有身體接觸 有個女生幫我清潔 其實也挺噁心的 她說戀愛緊著 她真的這樣說,戀愛緊著 然後呢,前前後她買了二十幾次療程 總共都是四皮東西 如果二十幾次療程都是四皮東西,很划算 除回去只有五塊水一次而已 是不是? 十次五千...二十... 不是喔,除回去幾次了 四萬二十幾次療程 八百元次嗎? 糟糕,我突然... 二千元次,是不是? 二千元次 二十次,如果當二十次就二千元次 聽起來也不太貴 如果你說美容療程 你說這麼有戀愛的癫症 然後她就發現 我已經愛上了這個女生 然後再在美容院認識了Coco的表弟 叫做阿傑 阿傑就開始做了她的軍師 教她怎樣追Coco和哄Coco開心 她說,她給我意見 怎樣給她驚喜 教我安排什麼去哄她 表白,地點 怎樣跟她說 她掌握主意 到了前年十一月尾 已經試過三四個月 阿傑就教她 訂這個W Hotel的自助晚餐 阿傑也在那裡 三個 一起吃 然後她還教她 你吃東西的時候 你勇敢一點 你跟Coco表白 然後她就 還特地做多了一個巧克力甜品 上面寫Coco一百日紀念 什麼一百日啊? 八日宴啊? 她說她七月尾式 現在十一月尾式 現在十一月尾式 認識一百日 對,一百日紀念 好搶啊 然後吃完 跟她說,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 然後Coco就點頭 這樣 很開心 馬上瘋了 瘋了 剛才那首歌叫做 天衣 是來自王嘉儀和李十一 好,繼續 之後 她說肯拍拖 拍拖出來的 然後阿勇跟她說 她做男女朋友可不可以拖手 她說不行 不行 拖手也不行 不行 結婚後才做的事 她說 她真的這樣說 這麼嚴 她說結婚後才來 不可以亂來 好了 接著 至今年 今年 一年 至一年零八個月的拍拖生涯當中 其實她和Coco見面是不超過十次的 阿勇說 她經常都跟我說 家人和事業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未必抽到時間來見我 她這麼久以來 都是聽過我三四次電話 她也不喜歡聽電話 而且她工作的地方說不方便聽 而且幾乎每一次出來 她的表弟阿傑都會在嘗試 而且出來都是出來吃飯的 一個人吃 一個人出來美展 三個人吃飯 她還說 可能Coco想多些人吃飯 熱鬧一點 而最嚴重的 其實 剛才也說了 那些對話 那些對話也很好笑 她說事實上 阿勇和Coco 絕大部分時間 只是WhatsApp Coco有時候 甚至兩三個星期 才拍攝相機 兩三個星期才拍攝相機 當有些 基本事情 如果你兩三天不拍攝相機 我當是沒有看過 我以為 當是大家不需要再去 不暈的 再聯絡 兩三個星期才拍攝相機 而且兩人之間的甜言蜜語是沒有什麼的 不過阿勇也覺得 Coco有時候會關心她 例如Coco會問她 你上班了嗎 即是你有潛台詞 你不上班 哪有錢 養我 另外就是 加油努力 上班努力 都是那些 阿勇就覺得很窩心 但是他也說 他也搞笑 他說 不過很難見 好像常鵝一樣 他真的這樣說 一連一次 令到他很無奈 也埋怨過Coco Coco就跟他說 你不要怨我那麼多 你這個人都很好 我都當你是結婚對象 幫局者迷 其中一位阿勇的親人 就表示 Coco就根本當阿勇是提款機 因為除了一開始 那四萬元的美容費之外 他又曾經因為激怒了Coco 要給十二萬阿菇包費 哇 十二萬 十二萬 好大的包 首先我在想怎樣開 這個數 即是我們分手 然後你叫 那好吧 那你先給我錢 怎麼算 因為沒有量化 你怎樣量化 為何是十二萬 為何不是十萬 為何不是五萬 你買一個包裝 你買回一個包裝 你買回一個包裝 十二萬Coco是怎樣的 即是怎樣量化這件事 因為你剛傷了心 而心來講 本身對我很重要 那我價值十二萬 大概價值十二萬 那你的重量 一般來說 如果你說 有什麼重要的 我覺得錢要過十萬 才有些重要 那我就收你 不要十五 那不如我收你到截頭十二萬 一樣那麼重要 不知道是否這樣 親人在旁邊見到 就會變火 之後又很擔心 又會罵過他 又會說過他 但是你都知道 在戀愛中的人 是白癡低能的 譬如有很多是完全不合理的動作和行為 你也猜不到你也有朋友是這樣的 他沒有聽不用怕 因為現在過了Facebook Live 你放心 他沒有買了節目他聽不到 你也猜不到有很多行為 一般人猜不到 這個就是不敢正面評價 打給他 你敢不敢正面評價 你從來有沒有正面評價過 有啊有 不是很正面的 有 記不記得正面 一點點吧 他沒有意思 真的不是一刀吹下去 可能是吹吹吹吹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是你講那麼久他也不明白 他不是不明白 他知道的 不面對而已 好繼續說回阿勇這件事 其實阿勇是怎樣的 阿勇現在月入是13000元左右 那他儲得那麼多錢 我就說他厲害了 住家 他平日只是在家附近上班 家裡說他沒有朋友 多數是在家裡吃飯 當然啦 消費有點沒有 吃東西吃家裡 但五六十萬也挺多的 他一個月要儲一萬 我想不止 因為他說連八特通增值的錢都是家人幫他付 為什麼 為什麼都要家人幫他付 真的不明白 Coco就說你開張卡吧 方便點嘛 他買東西不方便 但他一開張卡就給了Coco 你拿他按 應該是Coco問他的 我猜 你也不用的了 現在來計 Coco每個月幫他按了一萬元卡數 很划算 其實沒得吵 好事 一個月 一皮一個月 玩飯了 吃兩頓飯都在那裡 是不是 然後他不斷按卡 阿勇就不斷拔 不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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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付錢 還要另外付錢 Coco花錢 阿勇自己也說 又不知人家住在哪裡 還是住在黃大仙 又不知在哪裡上班 你不去過他的美容院嗎 不過他是醫治的 感覺阿勇是被人欺騙的 家人質疑他 但阿勇仍然是十五十六 覺得可能是誤會 或者他是真心對我的 不過阿勇坦然對Coco花錢 付出了很多 除了關懷和愛之後 就關錢事 他說 未認識他之前 我的戶口有三十萬 我的戶口有三十萬 現在我每個月 都給他一萬元 一年十幾萬 差不多二十萬 可能給了他五十萬 現在都很肉赤 自己錢就辛苦找回來 然後Coco無數次對錢有很多要求 阿勇曾經 阿勇試過一次 曾經沒有幫他付錢 因為那個月他買了兩萬多元 然後讓他入不敷支 但卡數不是限制 不是,有得可以這樣 限制是可以的 這樣就當你借錢 好了 搞定小型子 搞到他入不敷支 然後阿勇就說 本娘我沒那麼多錢 他用到我的戶口沒有錢 他就找別人幫他入 現在阿勇的積蓄 只剩下三千元 身上只剩下三千元 戶口只剩下六千元 加上吳架皮 差不多 這個月又會再有一萬三 而阿勇居然這樣說 他說 用金錢不危器的愛情 並不會長久 沒有資格 哎呀 其實他都還沒能夠蠢 他都知道 到最後領不到 一年而已 二十萬 他最領不到的就是 其實那個根絲 根本就是別人的兒子 都不出奇 一定是 因為我剛才說的那件事 是第一集 剛才我看第二集 看到尾 原來第二集 就是說阿傑的表弟 他們三個出去 蘋果就跟著他 然後就 跟著意思是 遠遠的尾 有一部分 就是阿勇去廁所 大家吃飯 阿勇去廁所 表弟跟他一樣 攬又石又盛 那阿勇怎樣 他去了廁所 但蘋果一定會回去看 我不知道 我還沒看完 如果跟著阿勇 可能他們家族是這樣的 什麼 哈哈 石石 不是石面珠燈 但這件事 反而 大家如果要再看完 自己去蘋果看 很簡單 你按那個蘋果凍新聞 但那個項目是 真的那麼嚴握嗎 你沒有理由 不是啊 他現在是住在山洞裡的人 現在在說 但好像很多這些人 很多人住在山洞裡 你不思維是一個美女 你想想 如果你在你 揮手就可以了 未結婚未生小朋友 可能隨時回到讀書 不用啦 其實都不需要 現在都可以的 現在結婚生小朋友 我意思是 如果他需要 你生小朋友 你有廉恥很多 我本身都很有人廉恥 一般人都是 一般人生小朋友 有廉恥一點 因為怕 立刻怕 自己不要做壞事 你害了小朋友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所以 你原裝好當然好 我沒有小朋友 所以他可以繼續做壞事 但他已經很害怕了 廉恥? 是啊 我已經害怕了 他已經很害怕了 很久之前已經告訴他 不行 他死定了 暴落自己的子女 還有我當我的兩個外生是自己 我都害怕了 是啊 你想一下 你就當你是回到你剛剛大學畢業的那些日子 你以為你要去耍一條馬路 譬如碌卡 出來給錢吃飯 但不讓他拖手 不讓他嘴 什麼都不讓 難不難 收兵啊 收兵難 要看看對方 那你要知道底細 你要看看對方那個 你當然要選一個 如果這樣 那你覺得十個男人有多少個是獨 是會這樣獨 我不認識任何這些人 他都說他很緊張紮實 認識朋友 但我覺得很多 其實是 看看你有什麼方法 好像他這樣 他會搖回來 那我不玩這些東西 是不是 是啊 我明白 我覺得我要認識的 我就從你出來喝東西 面對面 在街上聊也好 怎樣也好 就是 坦白說我不需要搖 需要搖的那些人 你就想想 是哪些人 是哪些人 要搖來認識朋友 心裡有所 還有我覺得 就算 怎樣說 就算是 平時是正常 可能他上班下班 甚至乎 他有少量的社交圈子 有少量的朋友 不要說多 多的應該就不會那麼容易 少量的社交圈子朋友 都會的 都會中這些一服 因為他們就沒有戀愛 那樣東西 他們少了這樣之潤 他們就會躲下去 平時就算 可能他人都正常證明 但是 一旦跌落這些位置 對方要什麼他給什麼 可能那一刻 真的覺得 要發生了 只要對方交戲 交得好一點 他什麼都給的 以前語場片那些 以前語場片那些 不要說語場片 80年代的戲 都會是男人 就去夜總會樂club 他們那時候很厲害 夜總會香港 那時候 我就是生不逢時 如果我早出生了20年 我經歷過香港黃金時代 我沒有經歷過 我出來工作 叫做開始有個錢炸袋的時候 夜總會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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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 是不是很慘 anyway 那好吧 我也有去過 那時候剛剛進去 商堂開始已經有人帶我去兩三次 但是很悶 跟電影看的完全不同 一點都不繽紛 神經病 這個女兒超密實 黑臉 當然要你 要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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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就離開 你密實 你起碼 你起碼熱情 那十個八個都黑臉 不 你應該進來就看到 你女兒而已 她不是不理我 你要擺一筆錢出來 我擺你的命出來嗎 就好像青春啊 初戀啊 真的很慘 anyway 說回來 那時候八十年代 就說那些老人 下她的東西 還會玩 然後結識了女兒 那些女兒 就會開始跟她私下聊天 哎呀 哎呀 然後她說 怎麼了 你今天不開 哎呀呀 那些 怎麼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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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腎有點不舒服 醫生說要換 哈哈 即是說自己是流行的 還有這些女生 可能她說 今晚誰又想我陪她 但我真的不想 我只是想理你陪我 你的英雄感 大佬 重不重 有能力 知道怎樣可以最立刻入國 死定了 男人一定會這樣死定了 我救你 是啊 然後無端端就說 不如今晚我們去 烤焙湯 不行啊 回家看著小孩 我看著小孩 二十多歲還看 是呀 他低能的 哈哈 他在家裡會吃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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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不回家 那你不請人看 我沒有借錢啊 通常都是這樣的 那你爸爸媽咪呢 哎呀 沒再說我老爸 剛剛才入醫院 血都買了我四皮東西 哈哈哈哈 以前是這樣的 我聽說 你有沒有看那些80年代的電影 有 真的是這樣的 很好笑 現在都可以 其實一模一樣 剛才他在那裡已經成功了 現在還是成功的 剛才他那一條是 即是誰想找我 現在轉了一點點 其實是一樣的 糟了 他現在要跟我出街 我很害怕 是啊 一樣的 你看 死定了 那一般馬佬 如果馬佬真是打他糖 他這樣說他不死 那你告訴我他給多少 我給雙倍 通常都是這樣的 多帥 然後他轉著臉 旁邊的姐妹 搞定了 是白癡 哈哈 是小孩 通常都是這樣的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